所以很快要开始讲到 就开始这件事情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向你圣上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是那位为我们复活的神 你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们复活的神 所以我们大有盼望 主要我们的人生何等幸福 主要你在我们的罪孽软弱之中 主要你在粪坑中拣选了我们 主要使我们有了你儿子女儿的身份 使我们有重新的盼望 而且不仅仅预先定下就招我们来 招我们来就称我们为义 称我们为义 还要叫我们得荣耀 谢谢你 今天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 今天让我们得着从你来的Rama 就很像彼得得到那句 你来吧 他就走在水面上 胜过风暴 胜过狂风暴雨 胜过物理定律 胜过世上人的经验跟规则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一句话 就胜过这个世界 主要给我们那个倾听耳 跟倾听的心 看见你的荣耀 也再一次的谢谢你 已经分别为上孩子 以及这里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 还有我们的嘴巴 主要让我们与你同行的 专注的看见你的荣耀 年华语被打开就发出亮光 主要我们向你现场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无论在现场的 在线上的或是未来听见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在你的恩典里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哥林多前书五章七到八节请念 与月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 不可用旧笑 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 大家知道吗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 这是哥林多前书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 对不对 所以他跟哥林多教会说 我们守这节 守什么节 就前面的逾越节 对不对 你们守这节 你们守逾越节 就会怎样 就会很逾越 因为你会很开心 你的主位你死了 对不对 逾越是什么意思 就是越过的意思 对不对 他在摩西的时代 那个时候就是要击杀 击杀长子 然后你既然有磨那个血 然后就越过 所以叫逾越节 就是不好的是越过你了 去找那个该承受的人 应该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 不好的是临到耶稣身上 没有耶稣的人自己承受 就是这样 逾越节的核心 好 所以这边提到 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 所以在使徒时代 在哥林多前书 成书的时代 那个时候他们复活节 过逾越节是一起过的 而且逾越节是一个节期 你知道吗 逾越节要过几天 七天 它跟过年一样 它是一个节期 所以逾越节过了之后 然后三天之后耶稣复活 在节期里面一起过复活节 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边提到 守这节不可用旧笑 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笑 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领一个圣财 我鼓励你 饼要用无效饼 然后葡萄汁或葡萄酒 然后定经耶稣 可是如果说极端的状况 各种状况之下 你真的不行 你吃牛排也可以是领圣餐 主要你肉超好吃 但有牛肉味 不是 对啊 然后你可以喝一杯水 主要我纪念你的血 最重要的事情是定经耶稣 纪念耶稣 但是如果真的可行 你当然是这样子 它比较有它的意义 因为 其实 因为你知道 对我们而言 你不会觉得笑很邪恶 对不对 叫 很多人会念叫 发笑发叫这个叫 你会觉得很邪恶 你不会觉得很邪恶 可是为什么他们常举例 邪恶的叫这个词呢 最少确保这个就是没有效的 然后是纪念耶稣 它这个叫当然也是提醒你 叫也是发笑的叫 这个叫这个词 它也有一个罪恶的叫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圣洁的心 然后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尽了 然后有一个圣洁的心来去领这个无效饼 然后纪念耶稣 OK这就是逾越节 然后搭配的复活 今天是整个节期 就很像 过年的时候什么时候回娘家 初二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 后来他们就决定把初二独立出来 变成另外一个节日 所以初二是在八月的时候才过 很奇怪嘛 对不对 逾越节就是七天像过年一样 然后呢 初三的时候 初四的时候 耶稣复活 类似这样 那你就是要把它拉出来过 是怎样 你懂我意思了吗 有感觉了吗 你只想把开工日拉出来过 对不对 永远不要开工 是不是 好 你现在懂我意思了吗 你年夜饭除夕隔一天初一 初一不是要去哪里吗 干嘛 有些人去拜年 有些人去走春 对不对 结果呢 你除夕 你们过年只过除夕 后面通通都没有 就是这样啊 而且甚至于现在连逾越节都不过 你知道逾越节就是他们的过年吗 逾越节就是他们过年 正逾越十四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然后逾越节的时候要干嘛 要把那个羔羊的血抹在门框 对不对 我们过年会怎样 把红色的纸贴在门框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用贴的 这样比较麻烦还可以换吗 你想血弄上去 还要刷 每年要刷一次 亲家乙都来不及了 还要刷门楣 用贴的就好了 果然是华人 比较有效率 所以你要知道的这件事就是 以圣经的文化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在使徒的时代 其实复活节是跟逾越节一起过的 好来念 立位界二十三章五节 跟以西结书四数章二十一节请念 正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 守逾越节 守节七日 要吃无效饼 好我们和尔本直接翻正月 是翻得很好的 因为我们的农历的一月 也叫正月 所以虽然这个正月 不是你的农历定立的正月 可是有这个概念 就很像是 通常我们的华人新年 Chinese New Year是几月 二月或一月 有没有三月过的 好像没有 有二月很后面很后面 可是没有到三月 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当然是这样 所以相同的 犹太立它也是一个 比较偏阴立 可是阴阳合立的一个立 OK 所以呢 逾越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四月十五号 今年从四月十五号开始逾越节 四月十五号 就是礼拜五 四月十七号是礼拜天 对 所以呢 你看 好这样就很好记 你看正月十四号黄昏 请问一下太阳下山 是不是就换一天了 他们是这样吗 对 所以黄昏的时候耶稣被杀 耶稣是下午三点被杀的 黄昏的时候 玉月节 玉月节羔羊又被宰杀 然后之后就过一天了 好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从那个时候要算首节七天 要放七天的假 这是一个以色列 现在的国定假期 他们现在国定假期 对 然后要吃无销饼 要纪念耶稣 所以新约旧约都这样说 好 OK 所以在使徒时代 在耶稣时代 大家是这样纪念的 当然耶稣 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 没有人纪念他复活 因为他还没死 当然 对 可是耶稣 他复活之后 他不是 显现四十天吗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 那几年 就是在使徒们的那些年代 或者是早期教父的年代 他们都是过逾越节 再加上过复活节 可是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取代神学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 取代神学就是 把以色列的根 把属于犹太根 犹太文化东西 都抽走 用一些东西来替代 因为 仇敌魔鬼知道一件事 就是他不能够直接把你拿走 比如说好 你很喜欢吃某个东西 好 戒烟好了 有些人想要戒烟 然后呢 就说不可以抽 不可以抽 不可以抽 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有人就会改 假如什么口香糖啊 或者是 什么电子烟啊 或者是什么各种方法 对不对 那是戒烟的方法 就是用替代的 才有机会把它替掉 所以取代神学就是 好啊 你想要见耶稣不活 可以啊 那我帮你另外定一个日子 好 但是呢 这个东西慢慢慢慢的 犹太的根就从圣经里面 被拿走了 但是我并不是说 所以你过那个什么春分月圆 第一个主日的复活节 有错 没有 因为每一天都应该过复活节 你应该每一天过圣诞节 每一天过复活节 每一天过月节 可是如果每天都过节 就等于没过节 人类就是这样 人就是需要仪式感 对不对 不会啊 我叫我老公每天都过节 每天都买礼物给我 这是特例 好 那老公就没感觉了 老公有痛苦的感觉 每天 对了解吗 了解吗 那反之啊 你老公可能要求你啊 你每天既然每天过节 你家里都弄得干干净 像过年一样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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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过好了 不要过好 会很累啊 你要正常家居生活嘛 每天都在打扫 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打扫 怎么活啊 还是你们其实很喜欢 好了 OK 你懂我意思 就是说 逾越节 之后过几天复活节 那是一开始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然后呢 到了公元325年 第一次的尼西亚会议就定了 因为众说分羽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所以就决定我们说的 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主日 好 我们先看下一行 2022年3月20号春分 4月15号月圆 4月17号主日 所以逾越节是4月15号 完美 完美 好 但是呢 到了2024年 还是3月20号春分 春分大概只有3月20 或21或22 大部分是3月20 好 因为地球有一个 它是应该说 春分是看太阳的 所以它变率的变得很少 看月亮就变得比较多 看太阳会变得比较少 因为月亮有阴晴圆缺 可是这不是重点 因为阳历只会润年 对不对 4年润一次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阴历会润月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会有 什么1995润8月 就那时候过两次8月 所以这样就会变得很乱 好 所以你看2024年的3月24号 是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 所以你看春分完成了 月圆马上就来了 那再一个礼拜天 3月31号就复活了 月圆节是4月22号 所以什么意思 耶稣都还没死 现在复活什么 真的啊 你看3月31号复活节 4月22号才月圆节 耶稣在月圆节死 就你3月31号就复活 是怎样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他就是从那个根被拉开了 好 这是约翰福音4章22节的情练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约翰福音4章22节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知道吗 那你到底知道还不知道 这句话是谁说的 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的 他说你们不是犹太人 你们所拜的 你们搞不大清楚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你知道吗 教会真的不要失去犹太的根 突然就会发生 你看到2024年的复活节 耶稣又还没死 复活什么 然后呢 可是因为你尼西亚会议 尼西亚会议的大部分 都已经是外邦人订的 然后呢 2024年的3月31号 你要过复活节 那你就往前推 那周叫做 那周叫做 受难周 那你照这样推 那玉月节 就不在 时间就不对 所以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求敌式的想要 把我们生命中的根基 很多东西拿走 让我们乱掉 所以相同 我们再回到下一页 这边提到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从犹太的根 来看这个世界 相同的 取代神学 不仅仅只发生在教会里头 它会让我们生命中 很多东西也是被取代 比如说 你应该跟你的 家人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但是很多人却 因为种种东西被抽离了 然后试得用别的东西来替代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可能有些人会用酒精 有些人会用电动 有些人会用 猪棚狗友来代替 可是其实你的家人才是 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懂我的意思吗 那也是一个取代 要小心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要讲到这个 今天在讲复活节 对好 OK好 所以呢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犹太的根来看 OK 但是我再强调一件事 虽然耶稣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 他大概是9月或10月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每天过圣诞节 耶稣真的也不是春风后的 第一个月圆的 第一个星期天复活的 但没关系 我每一天都基督耶稣基督为我的复活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的罪 我的定罪 我的诅咒 我的疾病 我的死亡都归给耶稣了 这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不反对你过复活节 就很像是你爱过端午节 很好啊 圣经也没有端午节啊 对不对 那你有去华龙舟吗 只有吃嘛 只有吃肉掌嘛 对不对 运动的都不要 这样你运动比较好 不要吃的你一定会去 对啊 还不是自己挑的 对不对 有华龙舟吗 没有嘛 对不对 那中秋节呢 你只会吃月饼嘛 你有去奔月吗 长额有奔月啊 你们有没有奔月 我才不要奔月 好啦 扯远 OK 所以啊 其实就是永远太长出 你要从圣经 你要回到圣经的根源 去感受那个东西 然后得到那个核心 因为玉岳节的羔羊 在几千年前 预备好了 为你死 为你复活 而且完全符合 他所一切 骨头不能打断 然后呢 羔羊要默然无声 然后他会怎样怎样 所有这些东西 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呢 无论如何 我们回到圣经上说 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 我们需要去了解 那个犹太的根 所以我们才会看 希伯来语言文 犹太的语言 希伯来文 来看圣经 来了解这一切 好 再来呢 那为什么要复活呢 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核心了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请念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耶稣被交给人 被交出去 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什么意思 为什么耶稣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好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的 现在综艺 二零九版请念 主耶稣被交在人手里 为我们的罪死 上帝使他复活 使我们得以 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 语言这个词 在一些版本翻成 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 所以你不能够说 和本翻的不好 为什么 因为两个字 取代这么多字 义人 就是使我们得以 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 对啊 好 可是呢 合一的关系 我会觉得 到底是什么 就是义人 好 所以呢 简单说 义人的意思就是 因性称义的人 因为相信被称为义人 所以整个新约旧约 所有有关义人的祝福 你通通都可以领受 弟兄们 你只有一个义人的祝福 不能领受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必从惨难之苦得救 我已经祷告很久 惨难还是没有结束 而且越怀越多 挪扎也不过三年 他已经那么久了 好啦 车越了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是个笑话 这是个笑话 我没有怀孕 这是肚子 好啦 OK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罪 然后呢 过犯这个是罪嘛 对不对 大家知道罪的定义 罪的初始定义 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 有谁每次射箭 都射中靶心的 没有嘛 对不对 有谁做什么事 完全没有犯任何错 可是神是完美 他没有犯过任何的错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人会犯错 会犯罪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都会犯罪 没有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 完全没有犯过任何错 除了耶稣之外 所以呢 好 就这样 当人犯罪 你就欠的罪债 你欠的那个完美上帝的债 没有错吧 比如说好 一张白纸 然后呢 被点了一个点 你随便找个十个小朋友来 每一个人都 问他说你看到什么 没有一个小孩 会说我看到一张白纸 都会说我看到一个黑点 没错吧 你也不过就是 被点的比较大点 你可能 有些人太夸张 整张都是黑的 应该不至于啦 就是你有很多个黑点 那个人道德很高尚 他只有一个黑点 你去找小朋友来 他看到就 我看到很多黑点 跟看到一个黑点 你还是被看到黑点 懂吗 好 可是呢 怎么解决 当人犯罪 罪债必须被解决 那怎么办 好 比如说好 小明欠债主一千万 然后呢 我是小明好朋友 我就冲出来说 你不要再逼他了 他欠你一千万 我帮他还 然后就查一下 先生你欠我两千万 那你要不要先处理一下 自己的债 那算我的欠三千好了 你当我傻 你根本不会还我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这个时候呢 郭台铭走出来拍桌子说 你很吵死 我通通帮你还 然后他查一下 郭台铭 他没有欠我钱 他够有钱 他可以处理 懂我意思吗 问题是 郭台铭不会愿意 为你做这件事 因为你跟他没有合一的关系 你在他面前不是一人 但是你在神面前是一人 你懂我意思吗 郭台铭算什么 他也是罪人 你也是罪人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每一个人 每一个活着人都犯了罪 死人是已经死了 但是他以前也是罪人 他现在是死掉的罪人 或死掉的义人 懂我意思吗 好 OK 所以呢 耶稣被交给人 是因为我们犯罪 可是他没有罪啊 可是耶稣又是无限大的 耶稣是神 所以无限大 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啊 你就算欠上帝一千万 那个人犯罪很严重 欠上帝一千亿 那个人欠上帝五十亿 全人类加起来 可能超级大的数字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几千亿兆啊 无限大减掉几千亿兆 等于无限大 那是数学 所以耶稣可以背负 全人类的罪 懂吗 从以前到现在 可能加起来几百亿的基督徒 那又怎么样 每一个人欠再多的赞 无限大减掉那个数字 还是无限大 那是数学 OK好 如果听到这个 你就会头晕的人 没关系 上帝还是爱你 好 然后呢 再来 可是那这样 罪在解决就算啊 为什么复活呢 为什么还得复活呢 为什么要特别来 祭祷耶稣基督 为你死 为你复活呢 因为复活是为叫你称义 什么意思 好 我们就常常再举这个例子 小明 可怜的小明 总是又欠钱又被关 小明又欠了很多钱 最后呢 他在一个古老的王国里 以前欠钱是会被关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台湾没多久之前 也没 不是蛮久以前 还有一个东西叫票据法 就你开支票 如果你开拔辣票 拔辣票就是骗钱的 假的 然后你就会被抓去关 现在是没有了 好 所以呢 好 在一个王国里头 小明欠了很多钱 又犯了一些罪 就被国王关起来了 然后他就哀求国王 国王你可不可以放我出去 我上有老母下有七小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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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国王说 不行啊 冤有头再有主 犯罪就应该有人惩罚 除非有人可以替代你 这个时候 小明最好的朋友 叫做小华 小华就是耶和华 好 没有啦 好了 小华就出来了 小华就说 国王我愿意替他关 我愿意为他背负这一切 我要让他回去孝顺他妈妈 让他养他的妻子儿女 然后国王说 好 够意思 就把小华关起来了 OK然后小明应该判十年 然后小华就被关了 关了 关了一年多 好在路上 小明在街上 他真的孝顺他父母 然后他带他全家出去吃饭 看到一队军人警察走过来 他心里会不会怕 会不会国王 反悔了 毕竟是我犯错啊 是我的罪啊 小华又没有罪 为什么小华可以替我被关呢 他会不会反悔了 而且他的反悔也合理啊 然后呢 他就赶快低头 他把全家的头都压下来 看起来更鬼鬼祟祟 然后呢 那队军人走过去了 他们只是放假而已 好 然后呢 他就这样很害怕 很恐惧 好 然后呢 第五年 好 第五年呢 这个老的国王死掉了 他的儿子接位了 他更害怕了 老的国王答应我的事 小国王会不会反对呢 然后呢 这次又在街上 他一个人 又是两个警察走过去 他吓死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警察觉得鬼鬼祟祟 把他抓下来 把他 谈问一下而已 好 没事放他走 他很害怕 OK 就这样到了 满九年的 满十年的前一天 好 他充满期待 明天他要去接 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小华 他知道他人生 真的是小华救回来 OK 隔天满十年了 好 小华被放出来 然后他拥抱小华 然后呢 他非常感谢 他们全家来 拥抱这个 小华这个救命恩人 好 然后再来 他们全家要走去 要去庆祝会场的路上 又来一对军人跟警察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小明会不会怕 会不会怕 不会怕吧 当然不会怕 为什么 因为刑罚已经执行完了 一罪不两罚 国王答应你可以找一个人替代你 说实在你自己心里会觉得 罪是我犯的 他为我背负这样行吗 可是你要练习就是行 因为国王规定的 好 可是你看到自己的问题 或各样的事情 你还是会恐惧害怕 当我们提到什么警察军人 你要想就是当那个定罪感 当你生命中 你看到自己哪里不好 或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会怕 你会恐惧 对不对 特别是你可能偶尔又陷入 那个软弱里头了 你会怕 你会恐惧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然后可是 这个时候你要定经什么 小明定经了 因为小明活在那个状况下 他想到小华被放出来 而且是刑满被放出来 你知道吗 耶稣是因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死的刑罚 就好像他承受了这一切 可是他又从死里面被释放出来复活了 你想象一下死是一个监牢 因为犯罪都要被关到监狱里就死了 可是他却复活从死的监牢走出来了 所以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什么意思 当你看到耶稣复活了 代表什么 他已经为我解决 他已经为我背负 他已经为我承受所有罪的刑罚 而且真的死了 有一些国家 他的死刑是很严厉的 比如说 这个人 可能杀一个人 那可能就绞刑 绞刑是 不是用你的绞刑 是把你绞死那个绞刑 然后你知道有个策略 就是五马分斯 在古时候 可是老实说 对那个死人而言 绞刑跟车裂有什么差别 有 车裂是活活的把你拉死 可是如果是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赌尸 就是把你的尸体弄得很 可是老实说你已经死了 你有差吗 差的是家人好不好 对啊 差的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OK啊等等 OK 所以事实上 所有的罪 就算再怎么样死 是最终极的刑罚 对不对 你判他一个死刑 跟判他五十个死刑 有什么差别 你判他一个死刑 把他绞死一次 判他五十个死刑 你会绞死他五十次吗 怎么绞死他五十次 把他复活再死一次 复活再死一次 我跟你讲 真的会发生这种事 在地狱里 未来没有信耶稣 罪没有被背负的人 他得处理自己的罪 就是不断的承受 你知道吗 有些人真的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有没有听过 看那个电影啊 什么的 就你被刑求啊 你杀了我吧 我怎么可能 那么轻易放你过 我要虐待你 因为东西啊 在地狱 就是这么可怕 你承受一个 非常非常可怕的 的东西 而且是身心的 你看到你这一生 多么邪恶的罪恶 然后呢 承受那一切的东西 然后你 你觉得你要死了 痛到其次 然后 你复原了 然后再来一次 永恒 这就是地狱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真的要 赶快传福音 让他们被称义 真的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但你不用担心 信耶稣的人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你就有 耶稣基督复活的 这个部分 所以复活是 为叫我们称义 所以呢 当小明知道 小豪被放出来 他现在可以 抬头请凶 走在街上 因为罪债已经解决了 耶稣从死里面 被释放出来 耶稣从死里面 复活 所以他复活了 你已经称义了 你已经不用受那个罪 罪恶罪在 跟所有一些行为 那些东西的罪 罪讨了 懂我意思吗 当小明在 小华监狱里面的 前三年前五年 他也是害怕恐惧 你知道吗 门徒们也是 耶稣死的时候 耶稣死是三天之后才复活 这三天他们过得非常不好 很痛苦的 可是复活之后就不一样了 懂吗 所以耶稣才 只有三天 三十天 他们可能都受不了 只有三天 必须要完成这三天的预言 好 所以呢 你一直以为你的罪 你一直在定经你那些罪 可是你要知道 那些都归给十字架了 你要纪念的是 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复活 所以呢 当然你还是要纪念 耶稣基督为你死 你要知道你的罪解决 但你要知道复活 你还不止 不止罪解决 你还称义了 而且称义之后要蒙福了 了解吗 你要知道你是谁 不是你够不够好 而是耶稣够不够好 在旧约的时候 你去献祭 牵了一只羊 然后因为犯罪 所以你牵一只羊去 然后祭司查看什么 查看你 有没有玷污 有没有皱纹 你有青春痘 不可以献祭 不是 他查看那只羊 那只羊有青春痘 不可以献祭 那是事实 可是羊应该不会有青春痘吧 我不知道 这要请专业人士 可是他就会去研究 那个羊 有没有玷污 有没有瑕疵 那只羊 没有玷污 没有瑕疵 然后呢 献这只羊的记 你的罪就被赦免了 好 耶稣有没有被仔细的查问 有没有被仔细的研究 然后呢 看他各样的问题 找他各样的错误 结果都没有 他被钉石架的原因是 他自称是神 我本来就是神 我不能说我是神 我说我红聚系 那我就被抓走了 我就说红聚系 没错吧 好啦 其实我是大汉精春舞 好啦 那是夸号 干嘛 笑是不相信 我要再讲一次 让你们肯定吗 要阿们吗 不要 阿们耶稣就好 你知道我意思吗 耶稣是神 我说我是神 我因为我说我是神 被钉石架 是怎样 我因为我说我是红聚系 就被伪咒文书抓走 没有 我就是 比较胖的那个版本 小时候比较瘦 好好可以扯远了 所以你知道吗 复活是会叫我们称义 你要知道耶稣已经为你做成这一切 好 无罪的耶稣 跟那个无罪的羔羊一样 他被止气的检查过 然后陷了那只无罪的羔羊 然后无垫屋 无瑕疵的羔羊 你的罪这么得赦免 你现在陷的是更完美的 逾越节的羔羊耶稣 你的罪早就被赦免了 然后他又复活了 所以你称义啊 他从今天里面被放出来 所以你的罪完全解决了 了解吗 一罪不两罚 复活多么重要的事 好 给你多前书15章14到17节的经验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 所以为什么要纪念复活 纪念复活非常重要 是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就不要信了 老实说 你如果有办法跟我证明 基督没有复活 我就不完了 因为保罗也这样说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如果没有复活 代表基督没有复活 我以后也不会复活 那我现在在这边干嘛 礼拜天早上睡觉很好啊 我今天早上起床 老实说蛮挣扎的 今天好好睡 然后我第一次觉得 好想我去睡 干嘛 今天为什么要去教会 那突然之后想 不对啊 可是今天可以分享上帝的话 很开心很喜乐 后来我就恢复了 可是起床的那一瞬间 是要胜过肉体的吧 还是你会觉得 好主日好棒 好期待 少来了啦 你们都几点拿 有啦 我相信那个九点多来祷告的弟兄姐妹是真的有 好 感谢主 牧师我失眠 我承认 所以我只好先来教会 没关系 上帝还是爱你 就算是失眠 上帝也还是爱你 OK好 没关系 你补眠 不要在牧师讲道的时候 剩下随便你 好OK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这些都是枉然 没有复活 就是我们人在罪里 因为小华一直还没被放出来 大家都吓死了 而且你怎么知道小华突然被放出来 然后换你进去管 对不对 你会有这种恐惧跟害怕 国王可不可以反悔 其实是可以反悔的 为什么不能反悔 国王给你一个特别恩典 说小华帮你关 突然间国王不爽了 小华他觉得小华很可怜 他把他放出来 把你关进去 可以啊 可是如果基督从罪 因为罪被关在死的监狱 然后从死里面被放出来了以后 他复活了 你就OK了 了解 所以没有复活 这些都是往然 都我们人在罪中啊 所以复活何等的重要 15章19到20节请念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然后呢 保罗继续说 如果我们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我们比众人都可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假的东西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也不会复活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干嘛 我干嘛要牺牲这一切 从某些角度 一个很重要的睡眠 何等重要 或者是礼拜天 可以跟全家人好好去吃饭 好好享受生活 为什么你要来教会 为什么你现在家里 专心的拿着手机在看 为什么 如果我们这一切只在今生有指望 我们比众人都可怜 但是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成为出熟的果子 你知道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吗 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每一年 比如说你现在摘植了一个 一个无花果树 或者什么葡萄树 好然后呢 产季到了 一开始生出来的果子 叫出熟的果子 那感觉你现在没什么感觉 就很像是 你成立一个公司 终于break even 终于打平了之后 开始获利那个 第一次的获利的那个感觉 很爽对不对 你知道我来讲什么吗 好 你买了一间房子 你终于缴清房贷的那个时候 牧师我还有30年才会体会到 对不起 那我也不晓得 你还有什么可以讲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第一个获利的那个快乐 一个 第一个 你人生领到第一次薪水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我爸妈就拿走了 那我就没办法 我要怎么举例 你懂吗 就是 耶稣是我们这些 所有神的儿女里面 第一个死里复活的 出熟的果子 第一个 可是拉撒路也有复活 拉撒路是活一次死一次 再活一次再死一次 耶稣是活一次死一次 活一次就不会再死了 你懂了吗 所以拉撒路死过两次 活过两次 还会再复活 对 他跟我们一样一起复活 那你呢 活过一次 会不会死一次 就看耶稣什么时候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定会复活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呢 基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 如果我们的基督教 我们只是今生过得好 把它当成一个宗教 或把它当成一个教导 今生而已 那就基督教 可是你不要 你要是信 你是信基督 当然了 我们对外面 比如说你在医院 或者是你在哪边 问说你没有宗教信仰 你就说我基督教 因为你要尊重人家的看法 他们认我们是基督教 OK 可是你要知道 你不是信基督教 你是信基督 懂吗 OK好 所以只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盼望 却比众人更可怜 可是我们相信的是 真的不只是今生 不仅仅只是 你现在看得到的这一切 真的有永恒 真的有永生 了解吗 真正的 真正严谨定义的无神论者 只有两个percent 全世界的人 有人说共产主义者 通是无神论者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摆风水 为什么他们还要看时辰 为什么他们还要看那个东西 没有啊 就是真正的不相信形而上 不相信灵界的 不相信除了物质界之外 没有其他的 这种只有两个percent的人 百分之九十八人都相信有 有灵界的 好那 相信灵界里面最多人的 就是 信耶稣的人 真的 你知道全球最大的中间信仰 一直以来都是 天主教加基督教 信上帝的人吗 你知道吗 是啊 现在还是23亿啊 第二大的是伊斯兰教 第三大的是印度教十一 第四大的是佛教五一 真的是这样 那是联合国数据 当然数据有增长 好OK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 你必须相信耶稣的复活 你要知道耶稣已经为你复活了 所以你必然能复活 好 再来念 哥林多前书15章 21到22节请念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死是因一人而来 这个一人是谁 亚当 复活是因一人而来 这个一人是谁 基督耶稣 对 好 所以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那个人叫做亚当 所以你可以叫他死亚当 好 这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笑话 有人说 有一天当你回到天堂的时候 你就发现亚当家的保全跟警卫非常多 因为大家都很想进去贬他 当年你就没有 你没有那样我们就不用受苦 都是你 都是你 其实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亚当那个位子 你也会 没有关系 真的你要了解这件事 我们很容易都会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就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 可是当别人犯罪伤害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人是这样的 有一句话是希腊哲学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 错了 神才是万物的尺度 可是人很容易切近 你是万物的尺度 你用你的角度去看很多的事情 你用你的角度去 去评断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你用你的角度去看很多事 可是其实那就是问题 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父母 大部分的父母 绝大部分的父母 都教自己孩子要做好事 要做一个好人 对不对 没错吧 你有任何亲朋好友 从小教你 你就是做个坏人 去偷拐强骗 有吗 应该没有吧 就算父母有做这些事 他都会 就算是强盗的孩子 都会教强盗 都会教自己孩子 以后不要当强盗 一般来说是 是吧 如果你从小被教导 要做那个是特殊状况 可是为什么 还是有那么多奇怪罪恶事 是因为 你认为你要做好事 可是好事是什么 是你自己想的啊 你才是尺度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你要做一个好的人 你应该用圣经来做你的根基 而不是你的判断啊 懂我意思吗 必须有绝对真理 要有绝对的真理 你才能够 才能判断什么是好的跟不好的啊 可是你都自己判断啊 人自己判断 所以 投资一下没关系啦 偷拿一下没关系啦 那个怎样一下没关系 你说的没关系 那一刻就是你在当万物的尺度啊 懂我意思吗 所以要回到绝对的真理 好 所以呢 你不要再骂人家死亚当了 因为 确实死是从亚当来的 但是 你要知道 我们在 绝大部分人类 都还是一样会软弱 只是亚当刚好是 在那个位置而已 而且 一开始是夏娃吃的 但是呢 为什么都说是亚当的错 夏娃吃的那个果子 他叫他老公吃 他老公如果不吃 他带着他老婆去悔改 就没事了 因为亚当是夏娃的权柄 亚当没有犯那个罪 权柄还没交出去哦 所以啊 他只要带着他老婆去悔改 神绝对原谅的啊 他其实就算他吃了 他去悔改 神也原谅 可是他们没有悔改 他们躲起来 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意思是什么 亚当就算你不是第一个始作俑者 你还是容忍了 而且参与了这个罪 你还是罪啊 OK 可是没关系 起初的亚当犯了这个罪 莫后的亚当耶稣 他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死从亚当来 公平一点 因为一个人犯错 大家都要死 超不公平 好吧 那另外一个方法 公平了 就是那一个人做好 就大家一起复活 好不好 这样公平吧 有人还是觉得不公平 那我也没办法 这是创造者定下来 不然要怎样 对啊 就是规则就是这样 那不喜欢也没关系啊 你可以不接受啊 但是你要知道 要为行为付代价 所以我们是自由的 每一个人都是自由 但我们现场每一个人 一定都接受了 感谢主 而且你要知道 上帝无条件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啊 好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我们请练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OK 所以我们必须相信 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 可是你就会觉得 可是我也不晓得 我是不是真的很相信 耶稣基督复活啊 那如果没有很相信 耶稣复活 我会不会 最后不能参加复活 你以为是买股票太晚买 所以就不能参加 那个分股利或股息 是不是 没关系 你信了那一刻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OK 神说属于我的 我总不丢弃他 就是不会丢弃他 所以也许你会软弱 也许有些时候 你的信心 你的生命会软弱到 我现在已经软弱到 我不太相信耶稣是死人复活的 我不太相信耶稣是同女 怀孕生子生出来的 我也不相信我现在是一个义人 但是你仍旧是得救的 你知道吗 因为当你不能抓住神的时候 神还是很能抓住你 你小小的 你记不记得你小小的时候 你爸爸或你妈妈带你出门 你一开始是你牵着他 可是过马路的时候 会变怎样 他牵着你 你想放开 他还不让你放开 他抓着你 带你过马路 因为那时候是危险的时刻 当你在生命软弱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属灵生命 各样的生命到某个低点 或什么的时候 你觉得你再也不能抓住神的时候 其实你要搞清楚 神抓住你 如果你带小小小孩 这一天一直在玩 华后恩跟华西恩 真的太幸福了 好 就是那个小朋友光在你的怀里面 他不用做什么事 就够了 就够了 你就觉得他很可爱啊 你懂吗 他根本不用做什么事 他在那里就很可爱啊 你就爱他啊 然后呢 你会不会保护他 我那天抱那个小小的华西恩 然后我把他放下来说 我觉得他敲了一下 他的头敲到我的胸口 我完全没有想 我的胸口会怎么样 当然不会怎么样 我担心的是 他头会不会怎么样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我想 我赶快问他爸爸 都说头硬了没 他说还没 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 看他好好的 看他好好的 没事没事 你知道我意思 他只是轻轻碰到 我就马上想说 我会不会伤害了他 你懂吗 上帝是这样看你的 你就是他宝贝的儿子跟女儿 你跟神比起来 那个小小孩就这么大在这里嘛 对我而言 就是小小的一个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跟上帝比起来呢 你不是更小 他会不会很想要 呵护着你 抱提膝 然后疼爱着你 而且 你就是那个小朋友 光在那边睡觉 你看着他你就觉得很开心啊 当然抱过来玩那个肉肉的脚 更开心啊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神就是这样爱你 他总不丢弃你 在过马路的时候 根本不是你要用力抓住他 他就是会抓住你 懂吗 又这样是在九节请念 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猜耶稣来者 就是天父 天父猜遣耶稣来 说天父所赐给我的 耶稣说天父所赐给他的 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 懂吗 我们当中 你不要再去看自己够不够好 我跟你讲 没有人够好 也没有人不够好 什么意思 如果你说够好 是你要好到能够成义 没有人可以好到可以成义的 可是也没有人可以烂到 不会得救 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 你家的小孩 我不要那么兄弟姐妹 或是你自己有几个小孩 可是你总会有 假设你有两三个小孩 三五个小孩 现在比较少 大部分有一个就感谢主 对不对 少直话 你总是会有比较喜欢 我不喜欢 你小时候你就觉得 周神祖牧师常常在台上说 从小他就觉得 哥哥是心甘 妹妹是宝贝 他是盲长 他自己在台上说的 你必须盲长也很有功用吗 盲长可以建立这么大的教会 哈雷杜云 不是 他真的小时候这样觉得 可是你信不信 他哥哥可能觉得 弟弟是心甘 妹妹是宝贝 他是盲长 人都会这样 因为你就是人 我今天讲到前往那边乱滑 就看到一个爸爸写说 他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然后他有一天 他儿子就 他回到家 他很辛苦 他儿子就帮他拿包包 然后什么 很感谢 然后他就说 他就跟他儿子 一个人开一罐果汁 然后跟儿子说 儿子我最爱你了 然后两个在喝果汁 然后转身就看到他女儿 怨恨的看着他 爸爸你最爱他 那我咧 然后就开始哭了 你懂我意思吗 人就是这样 可是搞不好 前一天是 妹妹或姐姐 帮爸爸做件事 然后爸爸说 我最爱你 然后弟弟看来就开始哭 我跟你讲 你可能会觉得 你爸妈最不爱你 也有可能这是事实 也有可能 我们尊重一件事 就是你也感觉很真实 但不一定是事实 但无论是不是事实 神就是可以移植跟恢复 就是这样 好吧 你父母也不是完美的 他们小时候 他们父母也没有很爱他 搞不好 或者是他也觉得 他父母也很爱他 这就是世代诅咒 你知道吗 就是从一开始 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 然后那两个儿子又干嘛 就是一个 该隐跟亚伯 然后该隐的基督神看不上 亚伯的基督神看得上 所以该隐就杀了亚伯 你一开始 第一个三人犯 就是这种事 所以为什么会一路传承下来 你没有杀你兄弟姐妹不错了 给自己拍手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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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拍手 你现在懂我意思吗 这都是一直世代传下来 人类这些罪性 本来就会这样 可是你如果一直定睛 我够不够好 我爸妈爱不爱我 我自己 我从小他们就这样 他们比较喜欢男生 不喜欢女生 重男轻女 有些家庭重女轻男 也有 对不对 什么什么什么 都给哥哥什么 给妹妹什么 给我什么 是要怎样 已经这样了 重大事情是 现今世代 其实我们要赎回光阴 要赎回时间 我们要把它恢复 要把痛苦 羞耻 什么 用加倍的好处 跟加倍的恩典 把它赎回来 所以呢 你要继续去抓住这位神 而这位神对你说 我一个也不失落 末日会复活 而且在复活之前 在今世会有极大的丰盛 你知道吗 基地财宝在天上 不是存在天上 天上享用 天上干嘛要花钱 干嘛需要 基地财宝在天上 是存在天上 地上可以享用 懂吗 懂意思吗 存在银行的钱 可不可以用 去领就好了 怎么领 跟神同行 让神来引导你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主你软弱的时候 神会抓住你 在末日还要复活 而且进入那个风声 然后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请念 所以在纪念耶稣的复活的同时 要知道不仅仅是耶稣复活 你也要复活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 会有永远的生命 存到永远的永远的生命 你可能会觉得 就很像虽然身体渐渐的衰残 但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那么软弱 你知道你在恩典里头 你不是不会老 你是老得比较慢 因为你八十岁像十八岁 真的太可怕 可是你可以八十岁像四十岁 你懂意思吗 所以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信的人得永生 你要知道在永恒里 有永远的生命 末日复活 而且今生你可以经历 世人所没有过的那个平安 而那个平安会带给你 也就是大家是生老病死 你其实可以经历一个 生老死的生活 你会老 会慢慢老 可是是健康的 然后越来越尊严威荣 就很像圣经说 白法其实是荣耀 你干嘛把它染掉 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 黑法年轻才好 没有啊 你要活在神的原则 但是你还是可以染法 对不起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活在神的根源 我们刚才一开始是提到替代 这个世界一直不断的 想要用世界的东西 来替代圣经的观念 我们刚才讲到白法 你会觉得这个人满头白法 代表他很老 你怎么没有想到他是少年白呢 对不对 我跟一个满头白法的人交往 搞不好他是白人 然后头发很那个啊 不好笑算了 谢谢大家 好 总和言之就是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活在神的原则里 然后让神成为万物的尺度 是你的人永生 你会有一个末日的复活 我们这个身体确实会越来越软弱 你可能会发现 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健康 但是如果是健康 你可以跟神要 因为你领圣餐就可以 如果你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可以怎样你知道吗 可以健康 可以强壮 连死都不容易 这边也没有说 所以你可以从80岁变成18岁 可是健康 80岁像40岁一样健康合理吧 圣经有例子啊 对不对 加勒 他是不是打47折 80岁47折差不多是 30几岁40岁嘛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按照圣经的应许 我们就有看到一个很清楚的 就是我老婆嘛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啊 我从来不觉得 他是身份证上面那个数字啊 真的啊 这本来就应该发生在每一个人 可是我老婆真的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这是事实 所以你可以继续相信 让美物使你知足 然后在那个丰盛里头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今生就可以很丰盛 然后你还可以再期待下一个更好的荣耀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 如果你在世上的最健康 最荣耀 最美好的样子 是一台金龟车的话 那你下一个荣耀的身体 就是一台F35战斗机 没感觉了 算了 对我觉得很有感觉 就是一台蓝宝坚明跑车 还是没感觉 因为没开过 好吧 如果你这一身最荣耀 最健康 最美好的时候 是一碗卤肉饭的话 那你总吃过了吧 那我要怎么举例呢 你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就好 就是五千块钱的 给你吃到饱的餐厅 没吃过吧 三千块有吧 龙虾干贝牛排 随便吃到饱 拜托你们有点感觉好吗 你的人生不够是一碗卤肉饭 你还要怎样 好了 我的意思只是说 你要充满期待 就是我们会下一个末日的复活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这不只是 你在这个世上 你在路边 路边摊吃卤肉饭 这是你的这一生 当你在天堂 是在高级餐厅 然后天使服侍了你 然后享受那一切最美好的 最好的一切 这样是我有点感觉了吧 就是五星级饭店 吃最好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那是你下一个人生 而且传到永远 这样有一点感觉了吗 所以你人生不过 就是一碗卤肉饭 为什么要那么执着 老板的糖值加多少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一碗卤肉饭 有什么好争的呢 我饿了 不然我怎么讲 这很奇怪的例子 好啦 感谢主 让我把眼睛闭起来 下来祷告 绝书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死 为我复活 我们人生大有盼望 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那位主 是我们出手的果子 所以耶稣既然复活了 我也要复活 而且重要的事情 不是好像 我会不会抓不住主 而是主说我会抓住你 一个也不失落 你就是其中一个 你不会失落 当我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不行的时候 耶稣说 我会抓住你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你的生命就大有盼望 无论你曾经觉得 你自己怎么样 也许你人生 你觉得好像已经度过 最辉煌的时刻 上帝说 那更美好日子 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日子 将要来到 因为一人的日子 如同黎明 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 越照越明 因为耶稣基督 现在在天上如何 你现在在地上 也要如何 所以你可以健康 强壮 连死都不容易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做成这些的工作 就要保守我们的心 很多人会觉得 我就每次都看得到 知不知道 听得见 听到别人的见证 自己没有 上帝要你继续的 Metanoia 来修正 来处理你 心思因的一些错误 然后要彰显出那一切 与神同行 看见那一切的 超自然神迹 在全方位 无论是财务上 在关系上 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人际关系 或者是在你的 身体的健康上面 在全方位 都得到恢复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现在是一人 你已经恢复 与神合一的关系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你的恩典里头 真正认识基督 真正知道 耶稣基督 并他丁十日假 因为耶稣 一经复活 我们大有盼望 谢谢耶稣 这样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站起来 做信仰宣言 打从心以来念一次 一 二 三 请 我相信上帝 拆派他的独生 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 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 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谢主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你说本周的祝福 主要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为我复活 谢谢你为我死 主啊 所以我现在大有盼望 主啊 谢谢你用生命 这二十八道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举手不举尾 在上不在下 奉耶稣的名 祝福我们手机上传下载的 我们手所做的都蒙福 主啊 使我们签名 盖章的所做的各样的报告 各样的功课工作都蒙福 主啊 是的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做成了工作 我们因为相信 因信称义 就成为义人 义人要蒙福 义人要经历 义人该有的各样的祝福 祝福要追随我们 要跟踪我们 要紧紧的跟随我们 主啊 我们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做对的事 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年代 主啊 保守我们 不要去错误的地方 遇见错误的人 做任何错误的事情 主啊 或者碰到任何 五间病人 毒病跟瘟疫 因为虽有千人扑倒在我们面前 污染扑倒在我们右边 却不得临近我们 主啊 是的 即便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 也许你真的不小心染疫了 神也要超自然的身体 恢复轻症 而且完全的恢复过来 然后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主啊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主啊 心里面健康 使我们免疫力提升 心里面平安 知道耶稣已经赦免一切的罪了 耶稣在所一切上面 要祝福我们 主啊 你继续来恩待保守我们 谢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个工作 谢谢你为我死 为我复活 所以我生命中各样的罪 各样的定罪 诅咒 疾病 死亡 都归给耶稣了 谢谢绝书 谢谢你做成这伟大荣耀的工作 愿由绝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死爱 所以你感动会交通 常与众与众与众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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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